今天呢我们花一千块钱准备了100粒黑蒜以及20斤猪肉 我们来做20斤黑蒜猪肉丸 这个黑蒜猪肉丸在我们汕头呢 现在是一个很网红的一个产品 非常受欢迎 我估计很多人都没吃过 今天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它是怎么做的 这个是我们正常的蒜头发酵90到120天 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颜色 它叫做果蔬介的杀菌之外 我们都知道蒜头呢它是有抗菌的作用 那黑蒜呢它是有抗氧化作用的 就有很多好处的 大家可以上百度去查一下 做黑蒜猪肉丸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来处理猪肉 用我们猪的后的肉来做肉浆 就肉浆的过程呢我们简单略过 主要是加盐 冰 少许淀粉 猪白肉 蒜头 以及蒜头酥 通过专用的设备呢打成肉浆 打好之后绕出设备 下一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啦 先把这个鱼撕上来啰 有什么时候会做这些欧生的吗 因为欧生都来做两个车 我们也想到处理猪肉丸 使用自己的力量 并且往运输 用这些人 只要到年以后 到年以后 没得太大了 这是好吃期要做多 到底情况的情况 我只想到我的东西 哈哈哈哈 我们一定好 因为我们现在暂时 有什么情况 有时候在铁铛一只吃,我会去一只吃 哈哈哈哈 老婆就吃了 你叫我老婆说了 其实我做一只要大,现在都没有吃 那我们在家族的家里,我们就吃了 那我们在家里放下,它只得一只吃 哦 这笔 별로好啊 那个小时候吃的很粥 这个圆子啊,慢慢来这么吃 这个铁铛是前面的,不需要 written 这种生 regenerative的食材 这种就已经被� angilit 这种经济的食材还ρό 一直都在用玫瑰的力量 支持我们激光上来 这是 histor葱的材料 因为因为这个食材的年 orange 他们都吃到红色的 是宝贝可以吃的 他说的很奇怪 他现在已经吃了 我以为他胖了 他胖了 他胖了 你们是怎么想得到的 如果他胖了 他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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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胖了 胖了 他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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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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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新鮮煮好的黑蒜做得完 哇 很鮮甜 就这种鮮甜呢 跟我们平时普通的丸子汤 它还是多了一点点风味 应该这个就是黑蒜 它的味道带出来那种甜 黑蒜的味道很特别哦 它发酵过的这种蒜 已经把蒜头那种很串的味道 已经全部变成了 这种很柔和的酸甜 就跟你吃蒜头是完全不一样 蒜头是串然后辣 就完全不一样 它只留下了它 类似于就只把蒜头的精华 全部沉淀下来那种感觉 那这边呢是老板零售丸子的店面 看一下它的冰箱 里面有好几十种丸子 像我们刚刚拍摄的 黑蒜猪肉丸 鸭屎香茶丸 金浮焕果壳丸 各种丸子非常多 它们的新品开发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买点各种口味的丸子 回去尝一尝 改变一下你平时对猪肉丸的那种传统认识 拜拜